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接下來是一則詐騙新聞 台灣的詐騙真多呀 從我們的總統36年來的詐騙慣犯 到我們的前行政院長林全 還有中央疾管署 到底誰是詐騙集團的首腦 現在雙方鬧上了新聞版面 爭執不休 但是吃虧的是全台灣的老百姓 這個題目是 東洋代理BNT疫苗破局 網友質疑是在炒作股票 還得了 我們再往下看 台灣東洋藥品上市公司4105 跟德國的BioNTech BNT疫苗合作 宣布破局 由於東洋藥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對於破局的說法不一 引起市場上的軒然大波 不少的網友質疑 這個東洋製藥明顯是在炒作股票 這個東洋藥品在上個月12號 就是一個月前呢 開了一個記者會 宣布取得了德國的BioNTech的武漢肺炎 又叫做新型冠狀病毒病 還有又叫做COVID-19 這個報真好笑 三個都寫 看你喜歡哪一個 對於肺炎疫苗在台灣銷售的銷售的授權 東洋開記者會 在9月12號 當天晚上 這個股票呢 第二天就應聲大漲 可是經過了不到一個月 在昨天就是其實是一個禮拜前 宣布 突然公告說這個疫苗的合作終止 對於這個東洋來講 東洋對於這個疫苗合作終止的說法是說 因為德國這個藥廠BNT跟衛福部 對於疫苗數量跟價格談不攏 所以沒有辦法如其代理該產品進口 這個部分我先打臉了 如果是因為數量跟價格談不攏 如果我是衛生署 很簡單啊 你談不攏 那今天到底是我們需要疫苗 還是你們想要賣疫苗嗎 如果是我們需要疫苗 經濟學的第一堂課嘛 對不對 當需求大於供給的時候 價格就上漲嘛 自然市場嘛 你不買別人要買啊 要是我是中央機關署 我馬上搶下來 搶下來的第一波呢 可能價格高 很簡單嘛 十萬塊 有人買賣嗎 我告訴各位 台灣急著要打這個疫苗 不要說十萬塊 一百萬一針 我跟你說啦 台北市啊 光台北市至少十萬個人搶了 絕對不會有這個功過於求的情況 那第二波大家再來簽約 這個價格可能因為 慢慢生產的廠商多了 降到了一針十萬塊 疫苗十萬塊 沒有人要搶 台北市就好了啦 不用到台北新北 不用到高雄台南啦 另外再來個二十萬人願意搶 十萬塊一針的疫苗 大有人在 到最後呢 慢慢的隨著市場的供給量增加 到最後一劑疫苗一塊錢 就像你我這樣的街頭藝人 我們走三級平戶 開始打了嘛 這世界本來就這樣嘛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吃泥巴 這是一個供需的情況 既然是自費 那就隨著市場價格的波動 來影響它的價格嘛 前面打了一百萬一針的人 會不會覺得虧 不會啊 我跟你講很多有錢人 你看著吧 明年一開放很多人會跑到國外去打 你就看著吧 如果台灣買不到疫苗的話 台灣人命比較不值錢嗎 那個每天吹牛 穿花襯衫穿著拖鞋 到處目擊到處跑著陳時中 我們現在連個疫苗都拿不到 你要不要切副對台灣人 這個切副自禁啊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新聞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是因為東洋公司 遲遲未拿出BNT正式授權的文件 跟合約草案 才使雙方合作騙局 有關數量跟價格的問題 都可以在東洋提供授權之後再談 來了 這個部分我比較相信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雖然他們習慣講謊話 可他這個邏輯比較合理啊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意思是說 你東洋製藥 你先把授權合約書拿出來 你沒有拿呀 你拿出來之後我才有談判的空間 那個時候才有價格數量的問題 兜不兜的攏再說嗎 剛才我講的很簡單 這是供需問題 需求高於供給的時候 價格就上漲 然後看不見的手就會停在 Optimal Point 最適合的價格 我們就進口那個價格那個數量 至於台灣有沒有人會買呢 會不會造成滯銷呢 你根本不用擔心了 台灣有錢人多得很 用錢買命一針100萬以後有人買了 好等到這個數量慢慢增加說 降到10萬也有人買了 我是說真的 當然這個數字講得太誇張了 可能一劑5千塊1萬塊5萬塊都會供不應求了 你想都不用想說會有這種滯銷的情況 然後隨著生產的量越來越多 價格就會越來越低嘛 然後500塊一劑100塊一劑我不知道啊 等到5塊錢一劑的時候 就是你我去打的時候嘛 對不對 沒錢你怪誰嘛 對不對 有錢人命比較值錢 這本來就是資本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 就這樣嘛 你有什麼好萬壇呢 好 所以價格數量看起來不會是問題 疫情指揮中心直接點破東洋製藥說 你跟人家授權都沒有談攏 你是在呼嚨什麼 我們再往下看 東洋製藥怎麼說 林全在上個月9月12號召開記者 10月12號召開記者會的說 已經取得了BNT的有關於疫苗在台灣銷售的授權 並且稱 明年1月就是2021年的Q1第一劑 可以提供台灣1000萬劑的武漢肺炎的疫苗 供國人500萬人施打 好 消息一出帶動東洋股價連日大漲 一度飆破了90塊 但是 現在利空消息出來以後跌回了71塊 一下子炒到90 一會兒又灌到了71 這中間的價差 隨隨便便就可以賺進一個資本額 就是說你拿100萬出來炒股 你一個做空一個一個做多一個做空 如果你有內線交易的話 一來一往你就賺100萬 100萬賺100萬 好 很多的網友就提出了我們小老百姓的質疑 呼籲金管會對林全跟對東洋這家公司 進行徹查 網友說這不就是詐騙嗎 對 這個就是很簡單 你沒有確定取得授權 你怎麼可以開記者會 待會我們來看這個不負責任的陳時中怎麼說 還有 生計股就是這樣一場記者會就可以發個大財嗎 記者會新聞炒這麼大事 現在是在搞笑嗎 還記不記得能說趙鋒炒股的時候 有多少記者也被搜嗎 說什麼跟著去炒股做空做多 好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這個狀況 東洋說的是疫苗數量價格談不攏 這是中央疾管局的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 你根本就授權文件都沒有 沒有我怎麼談呢 到底哪一個比較合理 我覺得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比較合理 因為如果真的有的話 就跟蔡同學論文一樣 授權文件如果有 被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冤枉的話 就貼出來 要是我臨權 我當夜就在我的臉書上貼出來說 怎麼會沒有授權文件 在這裡 那就知道是誰在說謊 臨權結點點 目的是什麼 大家在懷疑誰在炒股 好 那衛福部的陳時中 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啊 這個外界質疑東洋借機炒作股票 金管會可以查 但他不建議去查 這是什麼意思啊 70塊 一下子股票炒到90 又跌回70 這一來一回炒作 內線交易賺了多少錢啊 陳時中說這是商業行為 他不予置評 問題的炒作的內容 是你所管轄的疫苗啊 是人命關天的疫苗 你不予置評 那你留在那個位置 施衛素餐幹嘛 還有 東洋對訊息的公布 是上市公司該做的事 上市公司該宣布的是 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真實消息 不是假消息 所以台灣疫情 台灣這個事實查核中心 當時就應該去查核這個新聞 是不是真的 結果你們幹了什麼事 只要是跟政府官員 跟有權勢者相關發布的新聞 你們堪意都不敢幹一聲 只敢去對付小老百姓 只敢去對付那一些監督 這個政府的媒體 所以我再講一遍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那一些人 包括了胡雲輝 包括了羅世宏 你們真的對不起社會大眾 你們真的對不起你們的良心 再來我們要說的是陳時中說 金管會當然可以去調查 不過我在我所知道他們所發布的裡面 並沒有誇大不實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說 他在誇大不實的那個說他們拿到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拿到的 現在又沒有拿到 那是跟論文一樣 是被dog eaten嗎 就是那個授權文件是被狗吃了嗎 還有陳時中 你根本就沒有進入這個相關的東西的調查 你怎麼能夠說 據你的了解 沒有誇大不實的部分呢 那還有 你不是在打點你的副手 莊仁祥嗎 莊仁祥說這跟 這跟我們 價格談不攏沒有關係 是因為你沒有文件呢 如果你沒有取得文件的話 那麼 你怎麼可以開記者會來炒這個股呢 我想 這個部分 記者追問說 會不會建議金管會去調查 陳時中說我們不建議 那是金管會的事情 這個是金管會的事情 但是 他所涉及的標的物 是關係全民健康的肺炎疫苗啊 陳時中 你撇的衣服跟你沒關係的樣子 好 疾管署的 副署長莊仁祥說 疾管署請東陽跟BNT公司洽談完整的授權 否則疾管署直接找BNT談就好啦 幹嘛找東陽呢 那你東陽授權沒有拿到 你要是為什麼開記者會來炒股呢 所以 這個部分 因為東陽是德國廠商 謝大使 不要閒閒沒事 腳踏車修不修 你修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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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跟我們沒關係 你要發明什麼關鍵字叫 來修辱自己 我們也就樂觀其成 來東陽是德國製藥吧 你不是很照嗎 你去處理一下吧 了解一下到底是沒有授權 還是價格談不攏 趕快臉書上發布一下 還有我要問的是 陳時中 你在這一波股票炒股裡面 你賺了多少 我問一下林權 你賺了多少 不然你們為什麼不會站出來 希望金管會 希望檢調徹查呢 因為這件事情重創了東陽製藥的 這個藥品公司的信譽 也重創了中央這個疾管署 衛福部 國人對你的期望 因為大家想說 本來2021年的第一劑就可以有疫苗 現在告訴我們沒有了 而過程當中 這個股票的上下波動 到底誰在過程當中獲得利益 剪掉金管會不該查嗎 剪掉廣告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 真正更大的詐騙集團 蔡同學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